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想亲自担任一个大家心中理想的立法委员 在我的认知里 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机构 它应该是我们国家最明智最坚毅最有见解 也是最懂得人民心声的地方 在立法院我有非常的荣幸认识各党各派的好朋友 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也非常的值得我敬佩 但是他们披上政党的色彩进入国会之后 我也非常了解他们的困难处境 政党在竞选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支援 但是当他们在执行立法委员任务的时候 政党也给了他们很多的限制和包袱 我出来参选也要还也得还 但是我要还的是中正万华的人民 我希望能够和各位选民一起打造多彩多姿的国家 我希望能够把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注入国会 我承诺我将把人民的声音带进国会 最后容我再强调一次 现在的国会是属于政党的国会 它已经远离人民了 请把蓝色还给苍穹 把红色还给玫瑰 把绿色还给青草 把白色还给刘云 把国会还给人民 把幸福留给台湾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